那么我们第二轮的测试呢 叫做下肢静脉回流测试 如果小腿出现血栓以后 就会导致我们下肢静脉回流不畅 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测试 就是让大家了解 下肢深静脉的一个通畅的情况 那这个测试我们要如何进行呢 主任 那么这个测试呢 我们会用到一根止血带 那如果在家里没有止血带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橡皮筋 那我们会把我们这个止血带呢 勒紧在我们每位嘉宾的祖怀区域 阻担浅静脉的回流 那整个试验我们测试的时间呢 要一分钟 那一分钟以后呢 把止血带释放以后 我们会观察勒痕的深度 从而来判断我们静脉回流通畅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测试的结果 来看大屏幕 好 来 家宝左侧 通畅 右侧 通畅 好 杨斌 通畅 通畅 康阿姨左侧不唱 右侧不唱 唐叔叔左侧不唱 右侧不唱 好的 看来真的是 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唐叔叔 您看看这个结果 跟自己的预想 和我预想的好像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不应该不唱 因为我爱走路 我觉得这个身体各方面状况还可以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 康阿姨 左右两侧不唱 这个还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因为原来我很早就有这个腿肿的线 坐火车 坐飞机 然后呢 我就因为这个呢 专门查过肾 医生告诉我说肾没有问题 有可能是循环的问题 其实那是都有勒痕的 对吧 大家都看到了 那为什么有些人就 您给判定是不唱 有些人就是通畅的 当我们用了止血带以后 勒紧了 其实是我们阻断了我们浅静脉的血液的回流 而我们下肢生静脉 其实是主要的我们下肢静脉的一个回流的通路 那么我们勒紧足环以后 那我们想一下 我们脚部的血液是怎么回流到心脏去的呢 那肯定是通过我们的生静脉的一个回流 那如果我们的生静脉通畅的 那我们的勒紧实验的结果 应该只是看到一个浅浅的勒痕 而没有局部的一个肿胀 如果我们下肢生静脉是不畅的 那么我们止血带放松以后 会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勒痕的印记 局部的组织是肿胀了 下肢静脉回流的测试结果 一旦出现了一个下肢肿胀 就是一个值得警示的一个症状了 因为脚腿出现血栓以后 我们的小腿就会出现肿胀 当然其实对于下肢的肿胀 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比如说有些可能嘉宾 可能他本身有自己的一些基础疾病存在 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 糖尿病 慢性的心功能不全 或者肾脏疾病 肾病综合症等等 都会引起下肢的肿胀 那么您刚才说到的这种腿肿 它是一个很突出的表现了 那这种腿肿有它什么样的特点呢 如果是一个下肢生静脉血栓 形成的一个腿肿 那其实它有它一些 典型的一个临床的症状 如果是急性的下肢生静脉血栓形成 那么往往是一侧肢体 突发的肿胀疼痛 同时还可能伴随有胸闷 气促 肺酸色的一些临床的表现 那如果是一个慢性的一个 静脉血栓的形成 两侧肢体 它的一个肢体的周筋的粗细 是不一样的 如果两侧的肢体的周筋粗细 相差值大于两个厘米以上 那么有可能它的生静脉出现了问题 有可能是因为血栓引起的 那么经过了两轮测试 有经济舱综合征风险 需要亮灯警示的 是 好的 所以测试下来 我们两位叔叔阿姨 可能他们的风险是较高的 对吗张主任 是的 为什么我们会给到两位嘉宾 一个亮灯的一个警示呢 因为我们刚才通过我们两轮的测试 我们的唐正嘉宾 因为在我们第二轮的一个 静脉回流的测试中 有发现有明显的一个勒痕 加之我们唐正嘉宾 其实他每天的摄入的水量 没有超过一千毫升 同时可能日常生活中 又有久坐的这样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习惯 所以是一个我们静脉血栓形成的 一个高风险的人群 所以我们亮了一个警示灯 康素霞嘉宾 其实他每日摄入的水量 是非常充足的 但是通过我们的一个 下肢静脉回流的测试 其实他的一个下肢静脉 存在下肢静脉回流不畅的风险 所以我给这位嘉宾亮了警示灯 所以也希望我们唐正嘉宾 康素霞嘉宾 能够去我们专科的医生 找到我们专科的血管外科医生 进行相应的检查 来进行一个适合的一个诊断 和鉴别诊断 才能给出适合的一个治疗